TESL 2013 電競超級聯賽 星海爭霸2 項目的現場 那今天呢 要為各位帶來的是非常非常眾所瞩目期待的比賽 是我們星海爭霸2 這一季的一個四強的比賽 我是今天的主播Joeman 那在我旁邊的是 我們今天請到的賽評 楊哲鵬 阿法 你好 欸 劉面濤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法 對 那大家一定有點納悶說 為什麼今天坐在主播台上面的我還有賽評 就是我們這兩個 那是因為全台灣的星海賽評 跟全台灣的星海主播 極大部分人在美國 對 沒錯 參加我們的BlizzCon 對 那這次BlizzCon呢 呃 台灣總共送去 呃 送去了包括他的展員 然後Soulbet 還有 灰 還有 力爭 我們漏掉誰 然後大概就 送了很多人去啦 那我說星海的部分 欸 你有Soulbet有算進去嗎 有 有把Soulbet算進去 對對對 還有Beta Beta也被送進去 對對對 還有Beta 對對對 基本上呢 這三天的星海爭霸2的項目 就會由我跟阿法來為各位來做轉播了 對 那今天要播的比賽也是非常非常的精采 四強賽的部分 那四強賽呢 我們要轉播的兩位都是傳奇選手 沒有錯 對 那一位 不用特別介紹 一位是我們的台灣蟲王勝 另外一位是一路蟲 這一個 最後一個順位一路這樣打上來 一個逆天的一個打法 真的 非常非常厲害啊 對 好 那我們這邊在比賽開始之前先來介紹一下 WMO時尚玩家的尋寶戰 那最近推出了兩個商品 非常有特色 包括經典活力連帽外套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連帽外套穿上去之後呢 原本有這個復古風的SpiderSport 93之樣 體現蜘蛛精神 細緻手感的單面魔毛 羅文布 硬挺不思舒適 那另外一個則是我們的復古印花貼布 厚棉長褲 純棉的布料細膩剪裁 修出這個迷人身形 可以讓這個質感大大的加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WMO目前的一個活動 目前的一個活動是即日起呢 到11月14號 我們只要加入WMO的粉絲團 對活動文章按讚並且分享 就有機會得到WMO五百兩百一百元的這個折價券 所以這邊也如果大家如果想要買WMO的商品的話呢 可以來多多的來參考 好的 各位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的是一個賽程表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為各位轉播的是由HES對上SAN四強的部分 那誰贏了誰就會進入到一個冠亞軍 就是這個禮拜這個比賽 對 沒錯 我們可以看到HES是一路從最後一輪的 然後一路沙沙沙沙沙沙沙到B名 對 B組的那一條線全部就是HES 是 沒錯 真的實在是太令人驚艷 但是我們在B組當中還是安排了一個大魔王在等他 就是我們台灣從王線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中的就是 由於閃電狼的HES 在整個氣候賽當中的戰績是 十六勝三敗啊 非常非常可怕 非常驚人啊 真的很恐怖啊 對 非常驚人 而且他的這個手感是越打越好 在上個禮拜他對上燕的這個比賽 4比1擊敗了自己的師兄燕 那幾個timing抓得都非常非常準 而且重點是燕是重組 對對對 沒錯 所以這一場他的對手 這個SAN也是重組 所以 當然理論上SAN他比較晚打 他是有優勢的 因為其實HES他打了這麼多場比賽 總共十六勝三敗 十九場的比賽 對 但如果SAN真的要有心去研究他的話 他可以整整看HES打了這十九場比賽 是的 是的 光是季後賽就十九場了 沒錯 對 那所以 這邊要看SAN有沒有會去 待會會不會再去針對HES 然後特別來做一個偵查 嗯哼 好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HES進五場比賽呢 是四勝一敗啊 其實就是對上燕啊 四勝一敗 不過對上重組的勝率其實並沒有那麼高 41% 嗯 那這個就是 有為的台灣重王SAN了喔 對 真的好久沒看到他了 對 因為 我們賽制的關係 他是一個大摩 也就是在很後面才出場 因為他這個積分是很高的 所以他是比較後才出場 對對 我記得他今天開場不是說要 要嗆一下對手 然後突然又謙虛起來了 好啊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勝率 包括了對人類還有另外兩個組 都是80%以上的勝率 非常非常高的一個勝率 是的 是的 那主要還是 今天前面的這個 SF打了比較久的一個時間啊 我很想說我們今天會不會跨業 喔 真的嗎 對啊 因為 不過後來剛剛SF是橘子贏的 橘子輸了 如果橘子贏了的話 我們還要再 他們還要繼續打 對 還要再打一場喔 對 那包括今天的比賽 還有明後天 其實這三天都有 中日的那個經典賽 放球的部分 對對對 沒有錯 對 所以其實明後天在未來的部分 我們整一個電競的時間點都會往後演喔 所以 新海的部分 我也是覺得很有可能要跨業 哈哈哈哈 那真的是太慘了 對 因為這種 放球 你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打完的 是的 是的 而且我今天也 半夜還要再轉播一些比賽 PleezCon 喔 你要轉播PleezCon 對 我要轉播PleezCon 對 我要轉播PleezCon 我沒記錯是 我沒記錯是 從凌晨三點開始 是的 真的沒錯 你不會要把它轉播完吧 呃 我不知道會不會欸 看看囉 所以明天 你轉播完PleezCon 那如果明天你跟我去未來 就是基本上 在我旁邊的三明天睡著的狀態 希望不要對吧 希望我還有時間 能夠回家睡個覺 不然真的是太慘了 對 好啦 我們先回到比賽 請Alpha來為我們介紹一下點位 好的 在旋風這張地圖上面 右上角 紅色的 紅色的 紅色的神組玩家是我們 魷魚閃電狼的Haas 對 魷魚閃電狼的Haas 那在我們左下角呢 則是好久不見 來自Gamania戰隊的San 台灣從San 那這第一張地圖是旋風啊 一個斜對點 是的 非常適合營運的一張地圖 嗯 非常適合營運的一張地圖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早期 呃 因為這張圖可能比較大 其實在上個禮拜大家如果印象的話 還是這張藝人 他有魔擊槍比較多是打 有一兩場是打一個盲打 嗯 是的 對 那這場是早期 因為可能圖比較大 一開始放那個神經就開始出去尋了 對對對對對 因為基本上 如果要裸霜的話 最好還是稍微尋一下 還是會稍微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畢竟你裸霜就是 稍微比較偷了嘛 對 那這樣的話你就出一隻工兵去尋一下 來平衡一點 對 免得對方如果這時候放個招啊幹嘛的 就可能就白白死掉一場勝仗 對 那在上個禮拜當中呢 另外A組晉級冠亞軍賽的是這個 Sassay 嗯 是的 所以呢 今天誰獲勝 誰就可以去跟Sassay打冠亞軍 那誰落敗的話 就是跟Hawken打一個祭奠軍 對 不過要小心啦 因為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是雙攻兵巡邏 而且是仙下BF的這樣的話 應該是要使出那一招啦 要哪一招呢 呃 就是那一招 哪一招呢 其實 呵呵 要來了嗎 哪一招 喔 不過 喔 不過 不過 好像被看到了喔 麻煩你這樣不行啦 那是哪一招我不知道 那是 那跟我問總統 總統你經濟這麼不好 你怎麼辦 那我就要使出那一招囉 對對對 那到底是哪一招 就是那一招啊 聰明的人都知道啊 嗯 原本是 原本是想說應該是要試水晶封門 不過 對 可是後來他好像放棄耶 對 我在想說可能是因為他的工兵 是已經看到了 呃 聖的工兵是已經看到他工兵來了嗎 還是說 他想要再繞一會兒 然後再放幾根水晶呢 會放呢 對 我們還是要看看他的選擇啊 喔 不過 他 呃 這邊Has的錢是一百多金礦啊 真的 是的 是的 你們看他有沒有要繼續 好 補BG了 聖就裸三開一些對點 直接做一個裸三 呃 應該是 呃 應該是 不是 不好意思 對 應該 應該狗子銀線下 速三開吧 對對 速三開 對 應該這樣的話 雙方就是變成一個正常打 嗯 正常打 然後呢 我們的他是 由於是先放他的BF啊 所以他的這個 呃 主堡稍微慢了一點點 不過基本上是無傷大雅 對 所以這邊的話 雙方都打一個正常的一個營運開局 因為其實還是 是的 還是比較為人所撐到的 還是在於他的一些開明的壓制 時間點壓制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戰術性的一個招式啊 對 沒錯 那 也是期待他在四強賽當中 看有沒有機會來打出營運呢 因為有可能這位選手他影韻性很強 你故意之前都打一個戰術 哈哈哈哈 來一個 來一個 那個什麼 神的那個 那句話 那個名言叫什麼 這十九場 對 全部都是 拿來捉你這隻老狐狸的對吧 對 謝謝你這個San 嗯 不過其實San自己本身也是 今天賠償豐富的啊 是的 是 唉呦 這隻工兵停的位置有點巧妙 唉呦 那個位置不像野建築物呢 也有一個水晶嗎 也有可能嗎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哈絲是 特別把那隻工兵停在那裡的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當然只是一個前置水晶 或者是野建築物的話 就有可能是一個 野心技之門之類的嘛 對 不過一般來說 神族打 蟲族如果打成長營運的話 通常野建築物的機會會 會稍微小一點的 因為畢竟 timing上面來說並不是 那麼好去 那麼好去抓的 很確的 那這裡面我們看到他在十二方 開始成長營運之後 現在是一隻不見合性 對 是的 在這一個版本 我們現在是打到一個 非常靈活的效果 然後 來到了 五十秒 還沒有 雙方還沒有選擇 自己的一個關鍵的科技線 這邊 神已經開始在 外面做一個空圖 是的是 哈絲的三四氣 目前也還沒有下 所以呢 有可能 基本上應該是不太會 打一個 但是 才剛說完 附光會馬上下來了 還是應該是專門打 賽兵跟主播聯合選擇 哈哈哈哈 對 應該是不會打一個 空軍線的開局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看看 如果是他要怎麼樣 一公司沒有在提 那這樣的話 應該就是要打一個 唉唷 速三開 速三開 6分 唉唷 這很 這個很少見 這有可能是要打那種 然後直接 直接提 白球 白球閃電 然後呢 衝鋒廣家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來 來守三框的一個打法 對其實因為看到 因為聖應該沒看到這個三開啊 他沒有看到 但是他看到 他看到三四氣沒有下 所以基本上他也知道說 這 這肯定有問題了吧 神奴 速三開先接引刀 喔唷 這個想法真的很飄逸啊 我覺得聖可能會沒想到喔 他這個是 跳科技又跳三開 他應該是沒有 他沒什麼地面部隊吧 完全沒有地面部隊 而且 喔但是這個 有沒有機會看到 看 呃 再往右上 那邊一點 可能會看到 應該會看到 因為王朝前還挺多 是的 還有那邊一直堆練 喔往那個方向 2 那個方向 1 1 看到了 哎呀 結果被看到 跟你客氣啦 包子塔全部放下去啦 對 這個到時候要趕緊放了喔 而且 對 他有二本 二本也很快 搞不好 對 而且他看到那時候 三四七沒有下 所以不會是空軍啦 所以他可能就想說 那我乾脆不要把包子放了 對不對 我直接用二本的 先茶王朝去找你的 這個 引刀就可以了 這邊聖在八分鐘 放下了四礦 同一時間二本已經好了 是的 其實聖聖聖的 這一場的一個礦區 還有科技都判得蠻快的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聖這時候 是已經直接下飛檔塔了 我覺得 他是這場 有一點危險啊 嗯 因為其實 還是可能已經小拖 但是感覺聖聖經濟是更好的 是的 而且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他這邊 是直接三開之後 是 兵量非常非常稀少 兵量非常非常稀少 你傳了四隻引刀 對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有沒有看 有沒有放包子塔呢 有沒有 好像沒有放包子塔 但是 沒有 他的隱藏王蟲勒 怎麼會這樣 我以為 他難道沒看到嗎 這直接要被點掉了 他難道 他難道 他難道以為他來不及 你這個礦肯定這樣 不過好 他拉去 拉去9點 哎呀 聖啊 聖啊 哎呀 怎麼會 犯出這種事 哎呀 難道是 可能是聖的王蟲 剛剛看到來不及 點那個小 有可能 有可能 或者說他看了然後呢 欸 就不理去理他 結果沒想到 就直接掉了一個三礦啊 不過呢 因為聖這樣的事況也蠻早的 他農民沒有事 他馬上全部拉去 原本的事況位置 其實經濟應該不會掉太多 對 是還好 是的是的 結果沒想到 沒想到 他的這招竟然發生的奇效 對 這邊要轉閃追 一攻閃追 是的是的 一攻閃追的話 其實聖地時間 的一個 非常要看他 看他非常的走位 所以不只是火盾 還有一點 那是的是 一攻閃追其實 一攻閃追其實效果沒有 沒有特別好 因為打狗 打狗跟零攻是 效果是一樣 其實他卡的比較尷尬一點 要等二攻 對對 二攻的時候他的這個 威力至少打狗啊 會稍微好一點 San的狗攻防有沒有提起來 狗的攻防 我們來 看一下這一票 San的狗攻防還沒有提 還沒有提 還沒有提 但這樣的話 2攻的話至少會有一小段的時間 有一個 輕微的攻防上的優勢 嗯 這一邊 海賈斯的閃追 加上 我這盒是已經先壓了出來 但是大家就看一下海賓 欸 其實San大概有一隻變形蟲 應該是看到了 是的是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結果他只是完全不知道San的另外一個礦局 他可能以為說 欸 San現在 海賓根本可能還以為San只有兩個礦局 對 以為自己優勢很大 結果沒想到 哎呀 冰怎麼那麼多啊 他這個冰量可能覺得很怪怪的啊 是 趕緊回家啊 趕緊回家 只能趕緊做防守啦 這一邊 雖然說 追戀打這場 是嗎 現在的能夠路上面 目前是領先挺多的 呃 是的是的 那就看看我們 這個 海賓那邊 能不能夠靠著三礦的一個優勢啊 然後把冰量 給 給持續爆出來 因為他現在這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這時候並沒有攀任何其他科技線 對 他就是在 持續在傳追戀 可是他二攻還沒好 等到二攻好的那一瞬間呢 對 這個應該會稍微好一些些 是 而且如果他把傳送門補起來以後啊 這一波 三礦爆兵的一個 威力其實是非常非常強大的 對 因為其實海賊機器也不差 他的三礦大概六分半就放下來了 對 他的三礦其實非常非常的快 對 好我們來看看這一波 這邊 直接去 在家裡面 哎呀 直接被點掉 直接被點掉 要換 請著換家嗎 對應該是要換家 我們剛剛這一波要不要 往前衝了 好往前衝 對就好了 對 這邊雙方可能又要進行到一個換家 但是 在誰猜得快 對 但是對 對於SAN而言其實換家是 樂於見到的一個選擇啊 我吹三礦 吹三礦 先放了 螃蟹跟風炮 這邊 三礦就掉了一個 對 這讓我想到 這讓我想到 我們這一個 上個禮拜啊 也是哈石那時候 打誰啊 對 也是打到一個這樣的局面 第一場嘛對不對 對 一邊 一邊就是閃追然後這邊打 然後另外一邊就直接龍狗換家 對 重點是哈石 你剛剛可以看到我們視野 沒有看到剩下9點鐘的那個礦區 對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變數啊 他可能是因為這樣才判斷要換家 但是他不知道是哪一個礦區 是的 他完全是 其實入判了這一個 剩了一個 精英武力 所以說我們要看一下 這一邊光號 也就是在點掉 對 這很出名啊 我其實要看到狗的時候 如果狗都算不足的話 其實剩著 單靠飛躺不足來打的 就是這樣啊 對對對 有可能會打不贏 而且換家的阻力其實 不是在於飛躺 而是在於狗 因為狗的滴片輸出其實還是有 回來了 回馬槍 對 趕緊要來守 也不得不回來 剩最後就放了 對 再一個閃 哎呀 喔唷 哇 但是 哈斯這邊還是不知道 九點鐘 還是不知道九點鐘的礦區啊 這次剩要不是沒有九點鐘的礦區 這場就已經超級危險了 對 哈斯這時候心裡想 哈哈 我已經把你的二況三況都拆了了吧 組礦給岌岌可為 對 還是可能覺得 我已經要贏了 對 是的 是的 這時候是一個完全的誤判啊 如果狗算不夠多 真的 其實追獵 這麼多的追獵打狗 往下跳 跟下面的追獵做一個集結 對 趕緊做會合啊 嗯 這邊看到利用 像人家追獵的一個操作 哇 狗算太多了這樣 太多了 太多了 真的真的 這樣非常 有這麼多在空中上面做掩護 這一隊追獵是完全不行的 只能打出的GG GG 哇 第一場比賽就是相當相當的精彩啊 雙方打到一個換階 而且雙方的礦區 可以說是開得相當快 這邊請 是的是的是的 這邊請阿法來簡單問問一下 三場比賽的重點 對 我覺得其實他是 沒有那個 沒有看到 九輪中這邊礦區真的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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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誤判了自己的一個 這整個的形式 導致他的這個換架的節奏 還有他對於這個整個 整個局勢上面判斷的都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失誤 嗯 不過其實SAN也有一個 也有失誤啦 對 他明明就看到那個引刀塔對不對 就差那麼一點點 如果去點一下 欸 這場可能就贏的是 更不輕鬆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他可能是真的沒有去點到那個引刀塔 對對 可能因為有忘 他單看那個地圖迷霧 因為你死掉之後只剩下看到那個水晶的話 對對對對 對對 有可能他剛好切回去 營運啊幹嘛 然後切回來說 欸 剛好又死了 對 好的那這一邊呢 我們就直接的要來 準備一下第二場比賽了 第二場比賽當中呢 蘇加HAS選擇的是炎獸這一張地圖 炎獸這張地圖 那 雖然說SAN上一場呢 有一個三框被四隻引刀打點掉 但是第一時間呢 經濟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其實還是感覺出來 SAN這個暴兵能力 他營運能力真是異高人膽大 對 真的真的 真的是完全是不同水平啊 他直接抓準了在上一場比賽當中 這種中大型地圖的一個特性 直接一個速四開啊 嗯 沒有錯 好 那我們回到了比賽當中啊 那目前在炎獸這張地圖上面畫面左下角的 藍色的重組玩家 他則是上一場獲得勝利的Gamania SAN 而在右上角 在冰天雪地裡面啊 這一位紅色的神組玩家呢 他則是來自於 魷魚閃電狼的HAS 對 神圖地圖是DSO版本的炎獸 嗯 是的 嗯 欸 那還是你說你今天凌晨三點要開始轉播WCS 所以 呃 是BlizzCon 對 BlizzCon的WCS 對對對 所以也是在我們的TSO的Live的頻道 呃 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另外一個頻道 但是 但是我目前還不知道他們是 他是用哪一個頻道在轉播 所以呃 它這一次的英文賽品是 阿托斯一直在對待嗎 呃 應該是 我覺得他應該會有一票的 因為一般來說啊 他們WCS 或者是國外的比賽 他們都是好幾票 好幾票的這個賽品 都不斷的去做交換 對 也可能這場播完之後呢 一個下去 另外一個上來 對 其實是 他每一場都大了 其實他每一場都 因為這16旋轉都很強 對對對對對 而且 而且最近的這些 這些 這些 有很多的這個英文賽品 都慢慢崛起了 不只是我們的 我們的 跟 這個組合啊 像是以前傳統的 現在比較少 看到他在主播台 但是他還是會在 這個主播台上面出現 還有像是 什麼什麼 露特丹啦 或者是 像是這個 這個阿波羅 或者是 那個德國小光頭 對對對 這些這些也都是非常 在國外 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些直播 那這個 大家如果有興趣 睡眠時間組的話呢 這一場 今天我們的季候賽看完 馬上去睡覺 三點爬起來 是的是的是 會有阿波來接班大家 我應該也會爬起來看 但是我可能不會 從16牆開始看 我可能晚點 從8牆開始 就是從16牆後面開始看 所以一邊回到比賽 現在是做一個裸霜 之後呢 接了 化石跟瓦斯 對 因為我們的 哈斯這邊是選擇一個 單命運開礦 的一個打法 所以其實 聖也不是說每一場都 這麼的 當然也要看 4牆的聖三礦的時間點 對 最主要還是因為 這一張地圖啊 還是因為 比較小 那攻擊距離近 那所以對神主來說 如果他是 並運開的話 他進攻timing會是 非常早的 對 那對蟲族而言的話 如果他進攻這麼兇猛的話 那自己如果是選擇一個 速三開的戰術其實 並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所以我看到我們聖還是選擇一個 瓦斯速狗開 那看看 接下來他會不會想要三開還是 先把瓦斯給拆起來 先出一點防禦冰桶再說 對 的確這一張地圓獸呢 是相對距離比較近的地圖 對對對 所以有些神族在打 蟲族還是會放一些比較 傳統經典的一個三不雄 是的 而且 你說 不過其實 觀察了還是 如果你單就他上個禮拜 因為從他最近的打PVD來看的話 你單就他上個禮拜來看 他上個禮拜並沒有使用三不雄這種戰術 哦 了解 所以要看這一場還是要怎樣 我覺得很大 接下來是不是要做千壓 就不知道他是要怎麼拿一籌戰術的千壓 是的 是的 神族一般也VS 神族打 直接放在門口被看到 對 這個是現在也是 就是神族的一個營運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 因為神族如果是單兵營開的話呢 其實有非常非常高 可能80%的機會可能就是VS 後面是接VS的 所以呢 有些神族會覺得說 既然我80%的機會會出VS 那我乾脆放門口給你看 不然你給你看 因為對方想猜 基本上也猜得到 對啊 會這樣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因為如果神族 神族如果是BG開 然後 然後他再下二礦 然後再想要再出 如果譬如說是VR線的話 那很容易啊 是被 因為神族是科技開嘛 因為神族看到你BG開 他一定會科技開 就瓦斯開 那瓦斯開以後 就非常容易會 會如果轉飛場的話 神族是完全沒有任何能力去出這個飛場 所以現在爆狗了 對 神這邊是放下三課之後 開始爆大量的狗 而且其實說要好了 會不會抓一個timing 還是沒有地面部隊timing打過來呢 有可能喔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還有母艦很硬要做防守 所以如果門口建築學能卡得好的話 要守住 這波應該還是OK的 好 立場放下來了 好 一個立場 好 母艦核心 母艦核心的大砲台要先放嗎 還是 會不會B掉神族的一個大光砲呢 還是想再撐一會 還要撐一會的樣子喔 哇 這邊還在撐好的 是出來了 對 先靠 先靠我們的先知 來殺狗 打退了 這個是ging到最後一個這邊 而且算得很好 只有護盾掉 建築只有護盾掉 對 是的沒有錯 但是現在還在爆狗 各位 現在後面還有16條狗 對 現在看到你 欸 這個 這個關系都沒有 趕快要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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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在聽了 對 這個BS掉會有點慘啊 會不會掉呢 BS掉就得沒科技啦 對 但是 趕快出來了 趕快要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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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直接爆狗 兩個先知了 兩個先知了 一咬一咬 對 這個要被咬穿了 這個 哎呀 好立場 這立場放的好 還有一個小洞 還有一個小洞 還有技術面積喔 哎呀 爆了 爆了 這邊BS線爆掉一個情況下 雖然說SAN也是換掉 死射蠻多狗 但是呢 也成功的讓神主has 這個科技線落後了 對 完全是落後 現在神主等於是0科技啊 對 完全是BG兵了 要轉雙礦GPG了嗎 感覺好像是要這樣倒 如果轉雙礦GPG 然後剛好SAN那個轉兵的話呢 8BG 雙礦8BG 噢 這個兇狠來啊 這個 這個是HES 反應很快啊 好像沒有荒啊 也又搶到好 VS被咬掉的一個後手 真的真的真的 因為真的 其實如果VS咬掉之後 你再蓋VS 真的是太慢了 對 而且其實SAN的農民 我們來看一下SAN的農民數量 SAN的農民數量 SAN的農民數量現在46隻 那 HES 37隻 那這樣的話其實SAN的親戚還可以 但是主要是正面部隊沒有狗了 對 那如果沒有狗的情況下 蟑螂來不來自己補了 好 現在在補7隻 但是第一波狂戰跟少爺已經壓來了 大家追劣8BG開始在傳兵了 是了是了 有沒有看到SAN 有沒有看到 他那狗好像只有看到兩個先 噢 有看到水晶 有看到水晶 那這樣就懂了呀 對 懂了懂了 這邊直接要打2框還是3框呢 3框應該是要直接棄手 我在想 所以SAN這邊是完全沒有任何部隊 跟地獅放在這裡的 對 啊 但是一波蟑螂這邊要去送掉 有點可惜啊這個 對 這個蟑螂 這個立場不給活路了啊 對 哎呀啊 狗會不會想來救呢 狗會不會咬掉這前置水晶 對 先把 先把後面的水晶咬掉是蠻重要的 傳了大量的狂戰士啊 8BG是傳了大概7隻到8隻的狂戰士 對 這很痛啊 這砍這狗真的是 3框的農民事物被點掉 而且3框的蟑螂也被各個擊破 哎呀啊 先爆了一波狗出來 從3框爆了一波狗出來 先咬稍位 哇 我們看這根第一次 好以第一次為支點 想要做 做防守 對 這邊在傳兵 雙方目前都在大量的爆兵啊 對 這個水晶點 咬得不錯喔 咬得不錯喔 對 但是這邊還沒有卡人口 還有一個 還沒有卡人口 是的 而且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前進水晶還可以繼續傳兵 對 這邊雙方都不斷的在補兵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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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SAN這邊的 這個選擇真的非常好啊 正面 正面知道我 這個3框可能頂不住 我就直接把狗啊 拿去咬你後巨的水晶 就不跟你去頂了 其實如果你不是那麼頂尖的蟑螂 搞不好剛剛那個就掉了 不過這邊SAN也是被迫拉兩個二框的農民來防守 是的 是的 當然後面包夾 看有沒有機會打掉 但是當然也被包夾 這個被反包夾 當然也被包夾 這個轉兵 HAS在轉兵轉的 這個轉戰速轉的非常非常的快 有沒有機會 對 我們看一下 哎呀 好 卡這個小斜坡 如果二框的農民 如果SAN二框這邊點掉的話 基本上就是代表了 HAS占了非常非常大的優勢了喔 對 目前SAN的攻兵數量只剩下26隻啊 哇 這補兵能力已經不足了 補兵能力已經完全不足 對 完全沒有經濟可以補兵了呀 哎呀 這一波SAN可能只能打進去啦 哇 直接打出進去 哇 這波真的是反應真的太快了呀 哇 太精彩了 甚至讓我開始懷疑那個VS是不是假的 哈哈哈哈 對 搞不好是放來就給你咬對吧 因為那個對方在門口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所以他其實想好 如果你不來壓我的VS好 我就開了開心的先之鍵壓你 那如果你把我的VS咬掉 我就直接轉BG 對對 這個反應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對 而且老實說第一波SAN為了換掉那個VS 呃 被死了自己滿多狗 真的真的 那一波狗真的死了真的是非常傷啊 對 所以這一邊 哇 真的是 只能說 只能說HATS的反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迅速喔 對 沒有錯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對 好 那這一邊我們先簡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為大家 馬上為大家帶來第三場的比賽 好 好